让你引起来 根据乔林留下的地址 在肃谦市繁华的商业街 记者见到了他 据乔林讲 他原本的家在几百公里外的江阴 如果不遇到王云 他的生活不会沦落到如今的境地 目前乔林经营着一个小服装店 不大的店面也是他和孩子的栖身之所 在乔林经营的服装店门口 记者见到了 那天和乔林一起拦车的老人 你好 你好 阿姨好 阿姨好 别抱歉 阿姨你看这小宝货多可爱 打得真漂亮 那个呢 睡着了 这个二十个女婚是我朋友送来 连一件衣服穿都没有 都是不穿一样的 说让她没有钱买 人家怎么说不是扫帽台 哪有一样衣服 那看您来这儿干嘛的呀 我是来带着带着 带着带着没有牵住啊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人家见好我来的 人家说他这 手帮来天天都无力苦 说太可怜了 你看你看这小宝货是可爱 到处可爱 真的都欢迎他 不是我一个人欢迎 那个小样 真的是这样是吧 太脆了你 你去看看 那一个是老大 这个老二 我在实际上 有钱人家 就是一块包 两个人一家 全家都有人包 而且给他俩一人带着 确实吃力 这个服装店 外间卖衣服 里间是母女三人的寝室 屋中陈设简弄破旧 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 然而一台电脑 却显得很醒目 乔林告诉记者 两年前 他的生活 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一切都是由这台电脑引起的 乔林说 自己原本是有家时代 2007年10月以前 他和丈夫生活在江音市 丈夫在企业工作 自己开了一个干洗店 他们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 生活得很平静 平淡的婚姻生活中 乔林总感觉欠缺点什么 于是他开始接触网络 并喜欢上个网聊 在聊天的过程中 他认识了一个叫王云的男子 因为他说话比较客气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什么文化 他说 九四年龙大毕业的 我说怪不得的 有点文化 有点素质 王云的彬彬油理 吸引了乔林的注意力 而王云也对乔林产生了好 他说话比较客气 他说话比较客气 他说话比较客气